中医从假看为医病 就是说我们的颈前的肿胆 那么它还有怕热 心剂 汗出 肖骨膳 脊躁易诺 那么手指颤等消瘦这些症状 中医那么古代对这个就有系统的论述 有对应的症状 治疗上通常是疏肝里气 清肝泄火 坚脾化痰 滋阴降火 补肝肾 宁心安神 或许化瘀等等多方面治疗 那么假抗的中医治疗病基 就是调整机体的免疫功能 调解神经系统 抑制能量代谢 改善甲酸腺的分泌 改善症状 减少毒副作用 那么可以分为 滋阴泄火 我们可以用枝子清肝汤 单枝逍遥丸 还有龙胆蟹肝丸 还有天王补仙弯 还有枝柏地黄丸 等等 都可以加减变化 选治疗甲抗 现在很多一些中医名家 有一些经验方体 治疗甲抗也是比较好的 同样现在乘咬下枯草膏 还有一个甲抗瓶等等中肠药 给它治疗甲抗 作为一个辅助用药 有很好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